当警方四处寻找这个骗婚集团的下落时 这些集团的成员 正聚集在他们位于台南郊区的总部里 开会讨论 研究下一个即将下手的目标 经过一阵商量以后 他们终于将目标锁定在一名叫做 张祥凯的男子身上 根据他们事先周祥的调查 这名叫张祥凯的男子 今年35岁 曾经有过一次婚姻 两年前前妻吴小曼因车祸丧生 留下一名六岁的女儿雅雅 由于张家家财万贯 张祥凯又是独子 两年来张母为了能抱孙子 一直积极地四处替儿子物色 门当户对的媳妇 好为张家生一个孙子传宗结代 首先阿金便是想办法接近张母 他打听出张母每逢初一十五 都要到庙里上香的习惯 于是这天他算准了日子 也提着生理来到了同一家庙 等待张母的出现 终于他看见张母了 等张母浅诚的粉香祝导祭拜完以后 阿金立刻上前跟张母搭设 阿金立刻上前跟张母 听到这个消息张母正是高兴急了 他为了儿子的婚事天天烦恼 如今又有了一丝希望 自然是绝对不会放过 他向阿金千拜托万拜托 而阿金的心里头也非常高兴 果然不出他所料 轻而易举就让张母落入他的怂中 向亲的日子到了 静芬穿着一身租来的美丽华服 戴上珠宝首饰 打扮得漂漂亮亮 要上场演出 从南洋回来的富家千金 而阿慧扮演静芬的姑姑 阿光扮演姑丈 阿亮则扮演司机 等一切就绪 正准备出发前 阿金突然慌慌张张地跑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瓶 像是香水的东西 往静芬的耳后轻轻地抹了几下 一股让人目眩神迷的香味 立刻随着静芬的体温 慢慢散发开来 只见在场的阿光和阿亮两个男人 脸上马上露出一副陶醉的神奇 阿金察觉到一定是他抹太多了 立刻上前在两个人脸上 重重打了两发掌 全IVE 你 damit会有什么 mystery 这管是要拿来骗人的 结果两个没�ün的忘混乱 差不多要 kommer 阿香 向瑞 TikTok上 小元妈 Rock 到kach 这时候SSA 这真是个讨 Ey血 这就是这个骗婚集团的神秘武器 只是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是类似金光党所使用的迷藥 还是让男性沉迷的催情剂呢 而这种神秘香水 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等阿金一伙人到达约定的餐厅时 张母和小凯也已经坐在那儿等着了 双方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免不了一阵寒暄介绍 可是当阿金为小凯和画名 熟分的禁分介绍时 小凯的脸上却是一丝笑容也没有 因为她今天是在母亲 半哄半骗之下带来的 一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知道这原来又是母亲 为她安排的相亲 心里实在很不高兴 只是在阿金的招呼下 大家还是礼貌地开始聊天吃饭起来 用餐之间小凯依旧只顾低着头吃饭 没说上两句话 为了打开小凯和禁分之间的僵局 也为了让小凯能对禁分产生兴趣 阿金决定要让小凯和禁分能有近距离的接触 于是饭后阿金提议 让小凯跟禁分出去餐厅外头走走 她将禁分拉到小凯的身旁 不料禁分才一靠近 小凯竟然当场捂起鼻子 大大的打了一个又一个的喷嚏 抱歉 抱歉 我鼻子在香水过敏 可能是你身上的香水味 麻烦离我远一点 对不起 对不起 原以为借着神秘迷魂水的力量 可以让小凯很快上钩的 没想到竟然是这种结局 而且也因为小凯的过敏发作 所以这一晚的相亲便草草提前结束 阿金心想 这下也许完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张母便主动打电话给阿金 约阿金到家里坐坐 并问她女方的意见如何 阿金喜出望外 强按住心头的喜悦 张母再一次叮嘱阿金 为她好好牵扯这件亲事 还为了让阿金更卖力 张母还向阿金保证说 一旦这件亲事说定 她会包一百万的没人礼金送给她 还答应阿金只要对方有办法 让小凯点头愿意结婚 他们张家愿意付一千万的聘金 还外带一栋价值五千万的别墅 阿金这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想都没想到 这只肥羊竟然这么肥 当初为了扮演有钱人家 摆出有钱人的派头 阿金他们还特地花下巨资 以一个月十万块的高价 在郊区租下一栋附带有家具的别墅 让靖芬和阿亮阿惠他们居住 到时也不怕张家来打听而穿帮 所以阿金离开张家以后 马上兴冲冲地赶到别墅 把刚才从张母那儿听到的好消息 告诉大家 众人一听 不禁个个睁大了眼 高兴地欢呼起来 走啦! 一千萬萬又煩了 阿師妹, 妳這次一定會好好加油 這兒 趴下歇了 我們大家就開話了, 便開話 喂 阿不過, 還沒問題, 都沒什麼作用 不會要軟了 哎呦,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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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 你再 阿大小 couple, 等一下 我等雖然說, 送一個早溫裡我要吃太多 只要妳, 萬一輕輕小心 你咧,很快他就叫你丟丟了 媽,還要叫我犧牲喔 你真是老頭太子了 但你現在是在說什麼 你也不是老頭一輩 為了大家犧牲一輩,有什麼要緊 家裡媽啊我,以前在乖乖老婆 我一樣也是犧牲,我就不覺得怎麼樣 那才不一樣耶 那是你自己教的 做一種事情,當作是你的行程 我說起這件事,淨芬心裡就有氣 從小到大,她就跟隨著母親天南地北的到處做生意 好不容易熬到婷婷玉立了 在母親的誘導下,也跟著下海了 而且女孩子寶貴的貞操 也在這段時間糊裡糊塗給葬送掉 想起這些,淨芬心底 就對母親有一絲怨恨 似乎為了滿足她個人的貪婪 就完全不顧自己親生女兒的幸福了 可是轉念想想,母親一輩子也絲毫無幸福可言 從她懂事以來,她就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 而從小和母親相依為命 兩個人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的苦日子 母親一個女人家為了養活自己 吃盡了不少苦頭 她做小工,幫人家洗衣服 賺取一點僅供虎口的微薄收入 有時為了一點小錢 還要看盡別人臉色 後來機緣湊巧 阿金入了這一行 靠著她的幾分風騷和出賣肉體 阿金也著實從一些男人們的身上 撈到不少錢 也漸漸帶進分 脫離以往那種貧困的日子 但是也許過去窮怕了,苦怕了 所以阿金把錢看得特別重 雖然賺錢容易,收入也不少 但阿金似乎永不滿足 往往身上一有了錢 不是拿去賭 就是去投資地下錢莊 希望能讓錢滾錢 再短時間就能獲取更大的暴利 只是騙人者人橫騙智 阿金的錢不是被他拿去給賭輸了 就是被地下錢莊給騙光光 結果不但把自己搞得山窮水盡 還背了一屁股債 偏偏阿金卻總是不醒悟 所以直到今天 阿金雖然設計騙過上千萬的錢財 卻每每喘過水無痕 甚至到目前為止 還背著幾百萬的債務 第二天在阿金和張母的安排之下 雙方又再度會滅 這次靜芬有備而來 特地穿上一些性感的景深洋裝 果然靜芬一出現 立刻吸引了小凱的目光 甚至露出驚艷的神情 雙眼直盯著靜芬橋 小凱的反應 看在阿金和張母眼裡 兩個人會心地一笑 心想這次絕對會成功了 小凱開著車 小凱開著車帶著靜芬來到了 清靜的河濱公園 兩個人下了車 只見明月皎節 和身後那一片燈海相應爭灰 果真是情侶談心的好去處 為了讓目的快點打成 靜芬開始慢慢地把身體 往小凱的身上靠 靜芬可以感覺到 因為自己的接近 小凱的體溫開始升高了 甚至身體也緊張地 微微顫抖起來 靜芬知道是時機了 又趕緊伸出她柔嫩的手掌 去握住小凱的大手 並順勢將整個人 靠到小凱身上了 這下子小凱的身體 抖得更厲害了 靜芬心想 接下來小凱一定會緊緊地 抱住自己 那一切就會 自自然然發生 可是沒想到 就在這個時候 靜芬卻好巧不巧地 打了一個大噴嚏 蘇芬 你冷是不是 來 外套給你穿上 是我不好 我不應該帶你來這種地方 真對不起 我沒想到 你穿這麼少會冷 沒關係啦 其實 其實我帶你來這個地方 是有話想對你說的 什麼話 你說啊 看著小凱臉上尷尬的神情 就是不說話 靜芬也明白 她要向自己表達愛意 可是卻在這個時候 原本靜密的黑夜裡 忽然冒出了兩個來意不善的人 你們要幹什麼 做什麼你們不知道嗎 把你們身上錢和皮包都拿出來 提款密碼幾號 是不是我坦白跟你說 你們就願意放我們走 啰嗦 快點報上來 一二三次 前面有個空屋跟我們走 走啊 來 這下慶根慌了 看來這兩個小混混 不只是想劫財還想劫色 這些都是她始料未及的 可是在這兩個壞蛋的威比下 他們又能怎麼辦呢 一會兒空屋到了 一個混混打開門 狠狠地將他們推了進去 另一個混混則順手 開亮了電燈 把你們的衣服給我拖著 你們那想幹什麼 放心 如果這人都認得 如果讓我們力量沒有錯的話 我把你再把你拖著 拖著 拖著 小凱 阿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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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們把你拖著 你們把你拖著 趕快拖 你們不要再拖著 阿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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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拖了 小凱 我們拖 我們拖了 什麼 真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眼看小凱就要掉入自己的圈套 卻活生生冒出這一雙成咬金 面對這兩個凶神惡煞 淨芬的處境顯然是凶多吉少了 在歹徒的恐嚇之下 靖芬和小凱 開始扭扭捏捏地拖了 他們將身上的衣物 拖到只剩貼身的衣褲 然後兩名歹徒 拿走他們的衣服和皮夾 還把屋子反鎖才揚長而去 等確定歹徒已經離去 靖芬和小凱 才像是劫後餘生的 稍稍鬆了口氣 主任 你放心 沒事了 我提款把密碼是正確的 他們拿到錢之後 就不會再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是 這時候靖芬才意識到自己的處境 有多麼尷尬 因為此刻自己是衣衫不整 和一名同樣近乎赤裸的年輕男人 獨處一室 不盡羞紅了臉 尤其當她發現小凱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身體上時 更是害羞地背過身去 剛才她是刻意地要誘惑小凱 可是現在眼看事情就要發生了 她心裡頭卻又如小鹿一般的亂狀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靖芬早先預設的計謀 會不會因為兩名搶匪陰錯陽差的促成 更加順利地發生呢 就在靖芬害羞地抬起頭時 卻看到小凱竟然把自己唯一的一件內衣 也脫了下來 然後緩緩向她走來 這時候靖芬張大嘴巴震驚地說不出話來 唉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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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再回來 三米定期順利喔 哪有什麼順利啦 唉唷 阿甘願幾乎 她都沒有對妳什麼樣 本來很順利喔 唉唉唉 所以不知道 不知道哪裡走的兩個人 要把我們唱歌 對... 阿伯啊 他是不是將你們兩個 帶在一間空間裡面 連來將你們的衣服躺躺躺躺躺 我以為你們孤男寡女 打打臉會 就沒辦法了 不想太好 媽 你 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哈 這 一切都是你們祖母 一手設計 一戰嗎 媽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呢 哎呦 但你是愛我 你是驚喜的 靜芬怎麼也不敢相信 昨天遇上歹徒刑搶的可怕遭遇 竟然是自己母親一手安排的 這真是讓靜芬氣得說不出話來 我把你給我 給你電出來吧 沒有啦 沒有 沒有可能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你問我什麼夢想啊 對 這被老公靈呢 不只阿金無法相信 甚至連靜芬自己也難以相信昨天晚上 小凱和她竟然會連一點事情都沒發生 小凱到底怎麼了 美色當前居然不為所動 她是同性戀還是柳夏慧呢 或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小凱和她竟然不為所動的 她的心情戀 她的心情戀 小凱中的內衣心裡真有一股說不出的感動 她好奇小凱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 為何跟她以前所認識的那些男人都不一樣呢 從小媽媽常灌輸她男人不是好東西的觀點 等靜芬長大了 經歷了一些男人 果然印證媽媽所說的 男人外表不管如何老實 最後貪圖的還是她的肉體 所以走過那麼多的人生 靜芬看多了 她認定這輩子再也不會對任何男人付出感情了 可是小凱這時候的舉動 加上剛才奮不顧身互衛自己的行為 深深觸動競分的心血了 放心 我們現在這個樣子也沒辦法出去求救 等天亮了 我就下山去找救命 好 只是我已經是倒霉 那竟然會發生這種事情 沒關係 你不覺得這也是一個男人的經驗嗎 就這樣靜芬和小凱愉悅地聊了起來 在談笑聲中漸漸地化解彼此間的尷尬 而兩個人也在漫漫長夜中逐漸地了解對方 聊天當中小凱告訴靜芬許多有趣的事情 讓靜芬覺得小凱不僅相當體貼 也十分幽默風趣 而小凱也感覺出 靜芬美麗的外表下 有著一股超乎她年齡的成熟和智慧 當天快亮時 靜芬突然想起 在那兩名歹徒出現前 小凱似乎是要對她吐露愛意的 靜芬滿心盼望地問起 小凱卻苦笑了一下 小凱卜 小凱卜 剛剛aster适事 ajud摔她 淑芬 剛才一regist 我女兒對我身邊的女兒 癌痴感很重 沒有一個女人 跟她何必相處 所以我想 與其娶一個老婆來造成困擾 倒不單身 和我女兒過癮就好